你是不是有一些疑问说 嗯,为什么我总是吸引到一些不好的人 为什么我总是吸引到渣男渣女 为什么我的内一般总是那么不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会给你解答 大家好,我是Jessica 在这个频道里面 我会利用我所学到的心理法学知识 和你一起创造你想要的幸福快乐生活 你是不是一直问自己 为什么自己爱情不顺利 为什么遇到那个人是渣男渣女呢 那么今天在这个视频里 我会告诉你 你可能犯的某些错误 让你去吸引了这些不好的人 首先我想问你 当你开始一段关系的时候 你的心情,你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你是着急着进入一段新的关系 想要从一段新的关系里面 得到爱情,得到平静,得到安全感 还是你是在幸福快乐的情况下 你非常明确的知道 你想要什么的情况下 才开始一段新的关系呢 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你是急切地渴望一个人陪伴着你 想要一个人保护着你 想要一个人爱着你 想要和一个人在一起 一起幸福快乐 你现在是急切地想要和一个人在一起吗 你想要急切地和一个人拥有一段关系吗 当你急着去寻求一段关系的时候 90%的情况下 你都是处于不安害怕恐惧的负面情绪 所以当然在这种情况下 你显化的人就会有问题 所以如果你现在的状态并不好 如果你现在的心情很糟糕 尝试着给自己一段修整期 让自己修复一下 平复一下 重设一下 调整你自己的爱情频率 调整你自己的爱情方向 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过感情经历 你在感情中有受伤吗 你之前的伴侣 那个特别的人 劈腿了吗 你心中的那个他 伤害了你吗 你和心中的那个他 有过非常大的矛盾吗 以上所有这些情况 都可能给你的内心 造成伤口 创伤 这些创伤在不知不觉中 会给你很多负面的想法 限制性的想法 就比如 我曾经有一个客户 他之前的男友背叛了他 于是他对现在的男友就是 控制控制控制 当他现在的男友和朋友出去 他就会觉得说 哦 他是出去找其他女人了 但其实 他男友只不过是出去正常的社交 根本的问题是 这个女生他内心的想法 是害怕 是担心 他没有走出 过去男友 劈腿 背叛的经历 所以在他的潜意识中 他一直觉得 男人都会背叛 男人都会劈腿 男人的嘴都是骗人的 当然 如果 他对另一半 没有信心 没有信任 那相同的 另一半会感到非常的受挫 按照吸引力法则 那个女生甚至会吸引 真正的劈腿 背叛 不信任 所以过去的创伤 过去不好的经历 会给我们很多限制性想法 会给我们带来很多 负面的经历 负面的情绪 如果 不把这些 创伤 修复 疗愈 在新一段的关系中 你会带着创伤 去进入 那段关系 也许 你有这样的经历 你会发现 在这一段感情中 遇到的人 嘿 在下一段感情中 那人好像有相同的问题 其实 这就是你没有疗愈 之前的创伤 你过去的经历 造成了你现在的想法 让你感受到不快乐 给你带来了信任危机 所以当你带着过去的创伤 快速地进入下一段关系的时候 大概率的 你会吸引相同的不好的东西 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 让自己进入平静的心态 如果你现在 还没有感受到喜悦幸福快乐 如果你现在没有 享受你一个人的生活 享受你自己的生活 享受你自己的目标 那也许保持单身 也不是一件坏事哦 当你处在幸福快乐的时候 当你对自己有信心 你知道你自己一个人 也可以快乐的时候 当你知道 你拥有你自己想要的生活 你知道你自己的朋友圈 你知道你想要做什么 你知道你未来是什么样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会散发出去的能量 就会吸引和你一样 幸福快乐的人 那那个人才是对的哟 如果你已经有另一半了 但你们出现了问题 你也可以用这个办法 让自己处于平静 幸福 然后看你和他之间的关系 会有变化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你有什么类似的经验吗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用 记得点赞 如果你觉得对这个视频对你没有用 那就点赞两次 请不吝点赞 您有关心 您的邻子 你看 这些关系 明确 您的邻子 讨厌 您的邻子